若是你毒发身亡 便是你擅自做主 喝下那两杯毒酒 不自量力 倘若霍某今日 因美酒佳酿而死 那岂不是也死而无憾了 霍朕白 霍公子 霍公子 我只是想律师承戒 卫下猛毒 方才说的都是唬人的 即便是两种毒混在一起 也不会如此严重 有一位毒他身中一枪 却被他给风血压制住了 莫非 莫非是古墓中的毒蝉杀 毒蝉杀乃是十年杀蝉毒液 研制而成 毒性更深 轻则奉瘫 重则当即暴毙 确实毒蝉杀 快 快 速去药炉 热毒语如脏腑 一炷香之内 必经脉扩张暴力而亡 风律 蓄意成江 滑盖 谈中为主旋 自落放行 快 扔住他 快 扔住他 快 扔住他 谷主 他身上的毒斑 好像越来越严重了 来不及了 双红 可谷主 快去 是 把他扶起来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哥 算你命当 走 妹妹 她的毒可是已经减了 你医术真是神了 这毒穿沙虽然是 我施约派的毒 但是那三种毒混在一起 连我也束手无策 你竟然还是把她救活了 我能够替她解毒 还需向姐姐说明 那几位毒药 在她体内生成热毒 我为了驱毒 只能用了你 妹妹不用说了 本就是我鲁莽 一气之下让她喝下毒酒 还要连累着你 虚耗精神救她 既然就活了 那便皆大欢喜 姐姐不气 我见她霍妻 是个了不起的汉子 眼睛都不眨一下 自己把那两杯毒酒全喝了 看她对你如此仗义磊落 我即使想气 也气不起来了 可是 我早就想好了 她若是敢以命相迭 那株明芝便留下 等我跳药完了身体回去之后 在圣湖里重新种上一株便是 无非就是再等个几十年吗 妹妹你有所不知 我们试着七叶明芝为圣物 一半是因为她养在圣湖里 药性稀罕 一半是因为 她周围的毒账都十分凶险 自立派以来无人能破 这也是是岳派一直以来 引以为傲的招牌 我只是没想到 这个霍妻 非但武功高强 还不要命 霍公子两杯毒酒下肚 这一杯毒 总算是把七叶明芝留住了 婆婆可知 我之前给霍展白开的那个药方 或许根本无用 原本只是权益之计 没想到她竟然誓死坚持 这次拿到七叶明芝 我才发现 她的药效 余木儿的病并无益处 甚至药性会加重病情 我是否该告诉霍公子 药方无用的真相呢 我之前说 此药方不是救了一个人 尤其是霍公子命悬一线 若不是那药方子吊着 恐很难过生死大官 你给她那个假药方 自然是救了她的性命 那婆婆言下知义是 这药方 是霍公子的希望 是霍公子 为了要给墨儿寻药 四处奔波 舍生忘死 在外人眼中 这样的执着和等待 或许是一种煎熬 但对她而言 却是墨儿获得生的希望 守候着这份希望 为此奔赴 也许 这就是她的信念吧 是 看什么呢 我这么从眉毛 到下巴细细地瞧 霍妻公子长得很是银君 挑不出来一点毛病 怪不得谷主对他另眼相待呢 你以为谷主是你 她才不是因为这个呢 那是因为什么 无许是还银君 有呗 他们家里也真是 我们家有 你们俩 你真是